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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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生死,他佛是说 你首先你三维角度认知的这些角度是虚妄的 就是说你三维角度 我们只是人力是一言而彼时的生意 从三维角度认知这些 就是认识事件 认知自己,认知别人,认知世界 认知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从整个世界来说 你只是一个局限性的东西 他说你假只是说你是有毛区的 你没有看到真实,就像你这个杯子 你只看了一半而已 就是你有毛区对生命的认知 所以你三维角度认知的东西 你不可以当真 这就是人无我法我 就是你这个肉体里面是没有一个自我的 就是一堆的概念名相 你看你就是个 这就是一耳鼻舌生意嘛 这头脑意识就是个 一堆杂念 一堆概念,一堆文字 一堆想象 过去的经验,未来的恐惧 一堆想象,一堆概念 就是组成了一个意识层面 然后就是肉体嘛 肉体是就是心肝皮肺肾啊 骨头啊,这些皮肉啊 皮毛啊,这些 我说它是有地水 基本的物质是地水果蜂 但现在也可以分成圆子 粒子,越来越分小 基本上就是空的 我说在本质上就是,每一个细胞中间都是中空的 就像一个炮一样 之所以它这么结实 是你在三维角度用你的眼睛 你看过去,它就变成了叫物质 物质,它所以这么坚定 你现在物理学 就是说,它所以不可传统学这么坚定 就像我们能坐在凳子上 觉得它很硬 只是因为我们上下有个弹力 就是有个,就是它这个力量 跟我们这个力量是相排斥的 分子与分子 所以我们能觉得它是硬的 穿越不了 其实在本质上,这就是从物理学角度 本质上没有接硬的物质这么一说 就没有什么不可穿越 这是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三维角度 你认识的所有的生命啊 对生命的看法 受者像你比如说,重生到死是瘦 那大家都说,我活了多久 我活了多久,而且我希望长生不老更长瘦 就没有这个生死相 你如果有这个生死相的话 你就觉得它生了,它死了 你就永远振不到涅槃 其实佛士说,告诉你这个整齐经济 他才说的是宇宙,是世界观,人生观 你不要以你三维角度的眼光 来去看待这些问题 不是说你今天听我说话这一刻 你不去听,你去左耳机,右耳戳 你听法的时候不能这样 我就是想怎么能把这些东西 运用到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 你纠结的时候,职责的时候 不是佛里告诉你 后边不是告诉你的吗 关一切如梦怀泡影 这不官法吗 如露易如殿,一作如是官 一切如梦怀泡影,这是修官 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实友呢 比如说你今天遇到一件事 你很伤心,很痛苦 你不能不伤心 但是你说不能 我知道他梦怀泡影 但是我还是伤心 因为我还是觉得 我也是真实的 他也是真实的 我没觉得他下梦 那好,那你就以这种官法 往下修 正因为你第一次官不成了 你才要修嘛,修行嘛 你第一次就做出来 还修个啥 你就直接成佛了 这因为做不成 有时候真的就是无奈修法 你就坐在这 我就不伤心,我就不伤心 又怎么了 我死活不伤心 你对自己说 我就不伤心,我就不烦 你就对自己说 我为什么要烦呢 我为什么要伤心呢 我为什么要称呼 我为什么要抱怨 我就不抱怨 我就不恨 你就坐在这对自己说嘛 人家说实在不行的话 当然说你可以还有修 外呼吸啊 念咒啊 持咒啊 人家有的人 人家一听佛说 切如梦怀泡影 硬坐如是观 脑子一转 人家他头脑嘴下 本身就简单 哦,那我伤心什么 直接做了就不伤心 人家就马上能做到这边 我们做不到嘛 你的第二念也做不到 第三念也做不到 你还是这个头里边就像牛 就像拧住了 就像钻了牛角尖 我怎么能觉得他世界 怎么能不恨呢 我怎么能 到底恨是个什么 爱是个什么 那伤心是个什么 你就不伤心就不伤心嘛 你实在不能才叫转移中医力 你才去修其他法 做不到嘛 你关不成梦怀泡影 关梦怀泡影 不是说把这个杯子关成个泡泡 是知道他的虚坏 他的无常 你知做啥呢 一切都是那样的 有什么很生气的 我们只是处理事情 为什么要生气呢 一切本来就变来变去 好的变坏 坏的变好 一切都是这样的 无常嘛 那你生啥气呢 有什么不可看不开的 是吧 朋友也可以变成别 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这是很正常的事 有什么执着 如果变成朋友 我们去 如果是朋友我们珍惜 如果是敌人 大家去处理问题嘛 是吧 也不伤心 佛会如入不动 而且他的弟子 也会最后被离他 有一些弟子就骂他们 他也觉得很正常 是不是 因为弟子可能 就搞不清楚 他说的东西嘛 他不说 哎呀 你看我学习给我教育 你这么久教导 你最后 去骂我 毁报我 是不是 他不这样说 他无所谓 你没有开悟以前 随时 这些都可能发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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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